所以台灣的問題第一個就詐騙 第2的第3的 大家看到獨屏 槍支 包括我們的黑幫黑道幫派 所以我 已經提出了123 整個治安三件 這個治安三件裡面 一打炸 二少毒少槍 三持爆 這是我的專長 我來說這個 要怎麼做比較好 打炸 簡單清除 騙如責怪如故 犯罪所得要超過一定的定額 無論個人跟組織 都要加重712分之一 提供人頭的丈夫 再犯 提高刑責 這二分之 你的管控 不明的金油 地下費對 控制好 保肺 不要在打來打去 要有專責 而且緊盯 讓整個 部會 能夠緊密在一起 而且在 資安的掌控廠 在網路的查合廠 要過得住 新年後面跟第三方 這家卡支會 尤其 現階段 校園裡面 有毒品侵入 很嚴重 所以我第一 要成立 仿造美國聯邦 企圖級的模式 建立台灣的企圖 由專責單位 來查集 來查集毒品 第一個要做的 從校園毒品開始掃蕩 從青少年 是什麼原因 要賣毒品 管道 跟沿途 好處 第二個 對 國際的網路上 要去斷 毒販的 幫派 他有一個供應鏈 所以要跟國際刑警 來合作 第三 警察 在臨檢盤查的時候 少了很多 查驗毒品的儀器 我們要給他補造族 讓他有辦法發揮最大功效 第二 我要做掃槍 我第一個說 黑槍 鼓勵他 駐守 減刑 第二個 模擬槍 爆腳機制 要 減少社會上 非法槍支 流落在市面上 尤其 很多 玩具遊戲槍 是 容易從火藥室改造的 所以 要漏嘛 就是 大家和面都要講得住 商家在賣的時候 都要有標誌 第三 如果非法改造模擬槍 一定要處罰 尤其對 只要處有 我們也要用稍微處罰 因為這個 反罪 誰都 非法改造模擬槍的反罪 第三 要除暴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青少年 被誘拐 被吸收 去做詐騙車手 或是販毒的幫手 層出不窮 尤其有些 集合場所裡面 分散市場 經常看到 一些黑人 都青少年 造成社會觀感也不好 對青少年的身心影響 不太大 所以國主黨 明晚 十八月 你如果被吸收 不論是青少年 是主管的 或是強迫的 幫派的主持者 或是成員 一定 加重其行 那不可以任意 而且要借進日本的 暴力團對策法 針對 黑幫的投資 金流 借日本民事糾紛 包括他設立的地點 立法 查集 管事 絕對不能敗一下